需要怎么样 先把它 我希望就是说这个地方圈省邮局有25个档 那这25个档我希望第一步就是先帮我合并完 称为一个O 然后并且帮我把旧的全部删掉 OK 所以这边的话会多一个删除档 执行合并完成 剩一个O 那其他旧的东西呢 就会消失了 等一下 看一下 删除 爸爸我应该是要执行另外一支层合并 应该是这个 应该是这一个 OK 那我们来试一下 刚刚那个地方的话 我在Stemo 第一个就是先把它合并完 成为一个O之后的话 那其他就会有三光了 那再来就是说 不过这个程式里面的话有一个地方就是我们本来 在那个就是换下一个档的时候是换一个换行 那我就多两个换行 这样的好处就是因为我要分割嘛 那分割的话 变成说我有两个换行的话 比较可以区分 比如说像三重跟中立有没有 这个地方刚好一个换行 如果两个换行 那我就可以先找两个换行位置 那两个换行位置的上面那些东西 我就另外把它那些档那些资料 我就把它放在那个就是一个变数 然后再做right出去 有没有就right就一个档 然后档名的话呢 刚好就抓它的那个位置 三重这两个字 把这三重两个字 所以你要算好 刚好要这两个字 你名称要抓到 然后呢就逐一逐一的把它怎么样 把里面的资料 全部都在输出了 程式没几行 大概就是十一行 配合一个换回圈就可以了 那里面的话呢 会用fine的方法 OK 全部都输出了 有没有 马上又分割出去了 所以这个程式就这样了 就是一个是什么 分割 一个是合并 变all 然后一个就是什么 再把它合并 再把它分割出去 OK 好 两用了 OK 应该可以看懂逻辑吧 只是说程式如何写 可能比较难的是 就是分割 打错应该是分割 把它分割出去 那怎么做待会 请各位先试试看 我待会再来讲这一部分 画面先还给各位 先解决什么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 合并完之后 还要把旧的档案删掉 所以记得我们刚刚不是有输出 但是我们并没有把旧的档案删除 那问题是要你要怎么样把旧的档案删除 而且呢 因为O在里面 你用全部删的话 那变成删完了 O也删了 完蛋了 所以怎么样 你要写一个回圈 就是除了O以外的档案 全部删掉 所以程式里面的话 我写 我后面有写 一样第一个要用OS.work 为什么 因为我需要知道 我全部跑完之后 里面的所有档案有哪一些 那我要用什么 用一个方法叫remove 有没有刚刚有用到 所以我的程式的话 假设我run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执行 剩下 all.tst 其他删掉 像这样的效果 怎么写 OK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程式部分的话 我大概前面部分 跟刚刚讲的一模一样 不一样的地方的话 只有下方 就是合并完成的下面 首先第一个 因为我要 把目录寻览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 把这个目录寻览 其实就是把上面这一行 再复制下来 那我需要做什么 删除O以外的 其他的档案 那其实就这一行 那他会跟我讲说 我目录里面会有哪一些 但是我为了要删除它的话 那我可以底下在for for each 其实我底下的方法 就是这个是for i的写法 OK 那我底下的话 因为我要把每一个 都把它 就是直接删除 但是除了什么 除了那个 o.tsd以外 所以特别注意 你会发现for each file 引什么呢 引这个file的串列里面 那他一个一个丢过来 比如说第一个三重 那我底下 因为我要避免 什么 删到那个o.tsd 所以底下有个逻辑判断 如果他不是o.tsd的话 那就帮我把它捋目掉吧 OK 所以我的写法有没有 if 这个f怎么 不等于o OK 不等于o 点tsd 那就帮我把那个档案 前面加它的路径 加上它的档名 帮我把它捋目掉 这样就OK了 所以最后剩下来的话 就只有o.tsd 这应该没问题吧 OK 所以特别除了 关键的地方是在这里 这一行 好 那再来的话呢 还有个地方不一样 就是我write出去的话 刚刚write只会有一个换行 不过我这边 为了将来分割比较方便 所以我就在 那个每一个档案跟档案之前 放两个换行 不过将来你也许 不见得用这个方法 你可以想想看 其他的方法 当然你要先想到就是说 这两个换行会不会有其他地方也有两个换行 如果有的话那将来要再把它分割出去 会变成切割的地方会有那个 不然如果两个不行就三个吧 三个不行就四个吧 反正你就想方法 这些都自己想出来方法 我是刚好想到两个换行好像不会重复 所以我就把它出出的时候 中间加上两个换行 大概这些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档案最后打开来看一下 里面的话就是都会有 新装跟中立之间 会有两个换行 另外的话呢 如果你这样看不清楚 我是建议你可以用那个NodePay++ 那这个NodePay++里面 它可以怎么样 可以用那个 前面讲过 你可以用 显示里面的那个特殊资源 显示所有资源 你可以看到 这边就是什么 一个CRLF 加一个CRLF 两个换行 那你要思考一个问题 那如果说我将来呢 要把o.tst再去分割的话 这个哦 再分割成25个 那你需要知道哪些事 第一个 这我想出来了 就是我就写一个回圈 这个回圈怎么样呢 第一个一样把这个档案开起来 对吧 o开起来了 那开起来之后的话呢 因为我要在里面找什么 找两个 找到对不对 那找到的话 你可以用 那个字串有一个方法叫find finds.find 你们可以查一下 字串里面的那个 一个方法find 那find的话呢 当然你要给它相关参数 就是哪一个字串 然后你要找什么字串 它会retend给你 就是说你找到的位置在哪里 不过特别注意哦 这个字串 它开头一定是零 第零个字 它从零一样 其实有点像串列一样 零 一二三四 它会告诉你在哪一个位置 所以呢 我只要知道什么 我第一个找到的位置 那我就可以三重的话 我就可以从零到这个位置 这范围的范围怎么样 我就把它变成一个变数 然后呢把它retend出去 那档名叫什么 档名叫三重 可是问题我要怎么知道三重这个位置 特别注意哦 字串有个特性嘛 就是它也是有点像 字串有点像串列一样 那如果你要数的话你可以数 一二 其实我真的用这样数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 可以第十六 那第十六的话呢 从零开始的话 那就是十五 要减一嘛 所以从第十五 第十五十六到十七 这两个字就跟我抓出来了 所以我的写法 大家可以理解 十五到十七 十七指的是停止的 所以十五十六两个字哦 那我的写法我跟各位讲一下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分割 分割的程式并不多啦 总共其实只有十一行而已 OK 其实蛮少的哦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软一下 分割 最后把它删掉 哎 要恢复了 OK 而且分割完成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程式里面有哪一些 比较重要的部分 第一个的话呢 一样 我们去开那个档 O.TST 开起来 然后并且利用什么 read的方法 read的就是 把它全部的字 全部读出来 然后放在一个字串里面 不是像realize realize是全部读出来 丢过来就是一个串列 它不是 它是丢 全部读 然后放在一个字串 所以S是一个字串 OK 那接下来的话 因为我要记得什么 记得将来 那个我找到 找到什么 找到那个两个 两个换行的位置 所以我前面有个p的一个 这个变数 那这个变数 主要是我要从哪个位置开始找 我从头嘛 头就零嘛 找什么呢 特别注意哦 我们这边 fire 逻辑就是当什么 当这个不等于负1 什么叫负1呢 意思是说 如果你用find的方法 假如说有找到两个换行 那它就不会是负1 可是当你一直往下 找到没有了 它回来就是负1 但有的话 它告诉你说 在哪一个位置哦 OK 第几个字的意思啊 不过字从零开始 那所以呢 这边的话 接下来我们就做什么 fw 我要写出去 写到哪里呢 写到一个档名嘛 我讲过 那个档名怎么抓到 你会发现 S P 加15 P 加17 那因为P是从零开始 那15是什么 15就是三的 三从那个 我刚刚不是有数 给各位看一下 所以其实刚开始 还是要数的 因为没有用数的话 真的不知道说 那个位置在哪里 我刚刚已经又分割 这个跑掉了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再把它 再把它分割 再把它合并回来 那这边的话 你会发现 刚好刚刚那个 O里面的那个 第15 这个是第15 就是从零开始 零到15 然后我要取这两个字 帮我当成档名的话 那叙述的方法 特别之后 这边有个蛮特别的叙述方法 这个方法就是S 有没有 中瓜胡 自串哦 如果你要取自串的哪些字哦 可以用这个方法哦 自串的第几个字 P的话预设零嘛 对不对 零加上15 那还是15 历史说从三这个字 然后冒号的话呢 到17 其实17就是停止的位置 所以他会抓15 16 就是三重两个字 刚好做什么 就是我们档名嘛 那档名后面再加上什么 加上负档名就好了 点TST 有没有 所以这一串哦 关键的地方 这我想出来的 OK 这真的是自己想出来 一定不会跟别人重复 为什么 因为我想过 这有些时候还是要 因为我习惯 就是说抓哪一个字嘛 15 16 15 16写成这样 所以以后如果你要抓 某一个范围的资料 也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来写 而且跟公益讲 像这个范例 你也可以把它改写成 类似像全文监署的一个小程式 因为这个我以前写过 就是档案型的全文件 比如说你一堆档案里面 你想要找某些关键字 写法跟这个一样 所以我是把以前写Java 或者写VB的逻辑 改成用那个Python写 只是以前写的 我看以前用其他语言写 写的好复杂 现在用Python写 感觉清爽许多 OK 以前一样的逻辑 可是写出来程式变短了 这个也是以前写全文监索的程式 只是说不同语言写出来的 逻辑OK 所以这个应该知道吧 就是我FW这个物件 是要写 然后呢 再来就Rise Rise的话就写出去 写出去的话呢 我要跟他讲说 我要从 哪一个字到哪一个字 从 所以特别说 三重这个档案的时候 P多少 P0 预设0 从头到哪里呢 到找到 冒号的话 找到位置 找到那个什么呢 双0号那个位置 的地方 然后帮我把那些字 把它直接 选起来 然后呢 我就直接把它Rise出去 所以Rise出去 就是三重点 T-A-C 就从0到 找到位置的地方 全部写出去了 这应该OK吧 那接下来的话呢 后面就有一个什么呢 S 因为你这个P的位置 不能一直是0 如果还是0的话 他找到下一次还是三重 所以势必怎么样 必须从什么 找到的那个位置 再跳两个字 因为两个段落符号 所以呢 我的写法是S S.Find 就一样去找这个 这个两个换行符号 但是呢 这个P 这个P的位置 必须往 加2的意思说 请你再从找到的那个位置 往后两个字 帮我继续找 所以刚刚 比如说我找到 这个 最后三重这边 找到这里 这个跟这个 请你从这边开始 所以这个P 现在假如说 假如说是200好了 他就从200开始找 又找到下面的 有没有 一样的方法 又再圈起来 再换下一个 再圈起来 再下一个 再圈起来 一直把它存档 所以基本上的话 我们 特别是这边 多一个close close 因为如果没有close的话 他没有办法 remove掉 所以这边的话 找 然后换下一个 换下一个 直到 等于负一为止 那为什么负一呢 因为已经往下了 找到最后的 没有了 他就离开了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大概程式是这样的 我其实写的很精简 但是好像有点 可能需要再了解一下 然后最后把它demo 最后记得 这个close 在这边如果你没有加的话 他就没有办法remove掉 为什么 因为这个档案被载到memory里面 记忆体里面 如果说你没有把它close掉 你remove就会发生错误 所以这边为什么会出现close 主要是因为 这个没有close 没办法remove 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分割 所以这个把它执行一下 我们可以看一下 所以这个执行 跑一下 好 这个就OK了 并且帮我把什么 把那个就是 这个 all.txt remove掉 然后最后显示呢 分割完成 那你就会看到什么了 三重一直到 风源又恢复了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再还给各位 那这一题的话 可能比较要特别注意的 第一个可能就那个回圈 如果find find的这个方法 假设找到 他就会告诉你在哪里 找不到就负一就对了 OK 所以这个find方法还蛮重要的 有的时候你要找什么 找那个 所以你们回去也可以想想看 也可以试着写 写一个 档案型的全文检索吧 比如说 假如说你希望在某一个目录 他假设里面有一堆的 一堆的文字档 或者是什么CSV的档 或者是Excel档 Wall的档都可以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 假设我今天下一个关键字 那我可以 把找到的那个 关键字 在哪个档案 帮我列表出来 并且告诉我说在档案里面的哪一个位置 甚至最好是 可以做一些UI界面 点两下还可以把那个档案位置抓出来 还可以开起来是最好 这个要怎么写 其实大概就是 可以用 这个范例延伸去 把它完成 那另外就是说的字串 如果你要抓字串的哪些字的话 可以用中瓜虎 那它的字的位置一定从0开始 比如说第一个字一定0 第二个字就是1 那我们用这个方式 可以抓到档名 不过这个写法 P 指的就是找到的位置 所以这边从0开始 那当然第一个是找到三重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中立 不过中立刚好就是找到那个位置 后面再数刚好就是15 17 所以它的位置刚好就固定 前面 像这边这个地方三重 它找到的话 刚才把它删 所以15 16有三重 那底下刚好那个中立的部分 其实它也刚好找到的位置 刚好也在后面的P 这个P找到位置 后面的15 16有两个字 所以都固定的位置 那也就是利用这样的关系 可以找到它的档名 但如果未来 假如它档名的规则不一样的话 你可能就要再想其他的办法 OK 所以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就是要 懂得如何要能够见招拆招 OK 那我刚好这边写完之后 位置就是刚好在这个15 17的位置 然后这档名 然后再来的话就find 然后就是把你找到的那个 哪一个字 从第0个字 然后后面到找到的那个位置 为止 然后把这些字帮我写成一个档案 那就帮我写成 比如说第一次就三重 之后这个位置要往下再找 所以必须要加2 这个P的位置就是 再帮我找到的位置 再加2 就是往后面找的意思 也就是说找到的那个第一次 也就是找到这边这个跟这个 那两个字的话 我就是跳过两个字啦 不其实有同学问说 为什么要加2加1 对不对 其实也可以啦 加1加2 反正就是之后的 之后的一个位置或两个位置 应该都可以 这个你们可以再想想看 因为我用1用2 好像在这边应该不影响 因为反正它那个放行的位置 应该蛮后面的 所以就是在把找到的位置向后 向后继续找 所以它从这边找好了 从这边继续找 找到之后的话 又找到下面这边 然后就继续又往后面找 直到找不到为止 OK 所以这个回圈的话 主要的目的在这里 当然这个地方 以这一题来看 如果你用那个 快回圈相对会比 负回圈来的方便许多 因为负回圈的话 我们根本不知道这里面 总共有几个 对不对 所以理论上用坏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OK 好 那请各位试试 当然这种写法给各位参考 如果说你还有更好的写法 你可以试试看 OK 其实我讲过了 程式最好就是 你可以经过你自己咀嚼过 思考过 然后并且你也可以用自己的逻辑写出来 这种写出来的程式是最好的 因为就完完全跟你的脑袋的结构是完全相融的 千万不要找一个完全不相融的程式 要放不进去 会觉得会一直跑到真的会荡漆啊 所以尽量还是用你可以理解的方式 那另外如果说像我写的程式上面没有注解 你也可以自己写一些注解 因为有的时候你突然看这一堂到底是什么意思 可能你不太能够理解你加个注解H你还可以提示一下 请各位试试看 这个部分请供参考 因为我发后面 如果你程度有点比较跟不上的同学 你就先知道就好了 你先弄一下没有关系 因为我的时候会取一个平衡 如果你程度好了 你可以自己再去改写 如果你程度还不到那里 我想你就是听听先知道就好了 以后可以这样应用 因为有些同学可能程度好 他可以一直往前理解 那如果比较不好的话 应该比较比较还没有到那个 其实给的太多 怕有的时候大家来不及吸收啦 OK试一下